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日本鸟曲线从27号起遭遇持续强降雪 截至当地时间28号 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2米 约800名居民被困 当地政府正与消防部门和社会团体合作 确认被困人员的安全 报道称受困居民目前情况良好 当地政府已设法将两名需要透析的居民 转运至安全区域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正着手清理积雪和树木 恢复宫殿 25号以来 日本多地遭遇寒流 恶劣天气造成不少地区路面结冰 铁路公司停运 严重影响交通出行 其中长野县 北海道等部分地区最低气温 达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